我们先把原函数下去微分 那这个x4次微分变4x的3次 那4x3次微分变成12x的平方 那这个10次常数微分变0 那微分之后呢,分解 因式分解 那同学可以看出来呢,它的因式是4 还有x平方 把4x平方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呢,第一项剩下x 第二项剩下3 第二项剩下3 那这样子呢,因式分解就结束了 因式分解结束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你要下去找反趋点 那我们是建议同学 画一个x轴出来 画一个x轴出来 那首先呢,就是x是0 一阶导函数是0 那另外呢,x等于3 这个一阶导函数它也是0 它也是0 那这两个点就是它的反趋点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三段上面 分别讨论它是地增还是地减 就是图形是上升还是下降 那么首先,这个x比0要小 你可以把x想象成是-1 那-1的平方还是正的 所以这个一阶导函数它是正还是负呢 主要还是从这边来决定 好,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x只要比3小的话呢 它都是负的 它都是负的 那所以呢 这个x小于0的时候呢 一阶导函数是小于0的 那因此它的图形在这边是下降 下降 接下来呢,这个x呢 介于0跟3之间 它仍然小于0 所以呢,它在这边图形呢 继续的下降 继续的下降 然后呢,x呢 超过3的时候 它在这边开始呢 上升了 这个x比3要大嘛 所以它这边变成正的 它在这里变,转成正的 一阶导函数转正的 所以它在这边呢 开始上升了 好,那因此它的图形 下降下降再上升 二阶导函数了 二阶导函数呢 解你从这边开始下来围 这样子比较快 你如果从这个已经分解好的围分 比较麻烦 所以二阶导函数呢 我们再继续呢 下去围分 那这个你围分之后 这个4x三次呢 围分变12x的平方 这个-12x平方 围分以后变-24x 好,所以二阶这么一围出来之后 我们发觉呢 它的因式呢 是12x 把它提出来 那12x提出来之后 第一项剩下x 第二项剩下2 第二项剩下2 那然后呢 我们就 如同一阶一样 先下去找它的这个 二阶导函数等于0的点 也就是所谓反曲点 那你可以看出来呢 当S是0的时候 S是0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S是2的时候 它是二阶导函数是0 所以这两个点 就是我们所称的反曲点 那么接下来呢 你要下去探讨 这两个点呢 把S轴分成了三个部分 我们要下去探讨呢 它在这三个部分上面 它是大于0还是小于0 那首先呢 第一个部分 这是S比0小 好,S如果小于0的话 这是负的 这是S吗 这负的 那它小于0 它减2照样负的 那负的乘负的 它就变正的 所以同学这个图形呢 它在0的左边 也就是Y轴 在Y轴的左边 它是弯曲向上的 弯曲向上 那接下来呢 这个S呢 跑到0跟2中间 譬如说S是1 S是1的时候 这个S当然是正的 那1减2这是负的 所以正的乘负的 它又变成负的 所以它在这边呢 这个图形在这边是凹向下的 凹向下 然后呢 你再把S调到比2还大 那S大于2这边也变正的 这边变正的 所以它的二阶导函数呢 正的乘正的 这二阶导函数大于0 所以由那个定理呢 我们可以知道呢 二阶导函数大于0 它在这边又转成凹向上 然后又转成凹向上 那因此呢 你从一阶二阶 我们就知道说呢 这个图形上面 最重要的三个点呢 就是哪三个点呢 一个是0嘛 就是当S是0的时候 另外一个呢 是当S是2的时候 这边 这个2 还有一个呢 是X是3的时候 这是3 这边是3 那我们现在要把0,2,3 分别带入到这个原函数 下去求它的Y值 那么S是0带入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0,0再加10 这个就是10了 这就10了 那么2跟3呢 请同学呢 自己带下去 那么它求出来呢 分别是-6,-17 那我们就把它填进来了 如果你把2,3带入到原函数的话 那它做出来是-6,-17 -6,-17 好那这个是所谓的预备动作 预备动作 那第四个动作呢 才真的下去做图了 好那做图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S轴、Y轴 先把它画出来 我们先把这个S轴 还有这个Y轴呢 先把它画出来 先把它画出来 那然后呢 你把这些点给它点上去 第一个点呢 0,10 0,10这个点在Y轴上面 我们不要太大了 把Y轴缩小一点 不然等一下很难画 那第二个点呢 是什么呢 2-6 那2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辅助线 先把它画下来 好 我们假设这一条线呢 是X等于2 那2-6呢 大概的位置呢 把它点在这里 然后呢 第三条线 就是X等于3那一条线 这个辅助线呢 我们先把它画下来 这是X等于3 那3 然后-17 -17在很下面 我们把它点在这里 这个点是3-17 好 好 接下来 就是你怎么去连这三个点 好 你如何下去连这三个点 那同学 这个我们要换个颜色 现在这个图形 通过这个点 通过这个点 另外呢 它通过3-17 那你要怎么连呢 首先 就是 这个Y轴就是X等于0 这个Y轴 就是X等于0 那么 我们刚才的那个题目 它是从下面这样子上来的 这个题目呢 它刚好相反 因为从这个1阶这里 你可以看出来 这条线就是所谓X等于0 它跟我们讲说呢 在X等于0的左边 它是一直下降的 那你下降呢 要通过这个红点 然后呢 从2阶来看 这个是X等于0 它在0的左边 它是凹向上的 所以下降 然后又要凹向上 所以这个图呢 你必须要这样子下来 这个叫做下降 然后又凹向上 然后又凹向上 那么超过0之后呢 它这边跟我们说 继续的降 降到哪里呢 降到3那里 降到X等于3那边 但是呢 在X等于2的左边呢 它是0到2之间 它是凹向下的 这边是X等于2 这是X等于2 那这里是凹向下的 所以这边呢 向下 这样向下 你的线条 必须要这样子过来 然后超过X等于2之后呢 它开始呢 上升 它开始上升 那上升了 要凹向上 要凹向上 这里跟我们讲 它超过3之后上升 没有再继续下去了 但是呢 在2的左边开始 它要上升了 就是下降 一直下降到哪里呢 下降到这个3这里 然后开始上升了 然后开始上升了 那这个部分呢 那都是凹向上的哦 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 那你这个上凹下凹 一定要给它弄好哦 那我们打这个箭头 主要目的就是要 让同学区分出来哦 然后再次上升了 再次上升了